面前的web page叫做timetable 左上角有 raw data 就是老師上課的時間 比如這個老師 Day A第一課教1A英文的地點4067 所有data全部都在這裡 你可以即時修改 修改了的話 下面這個timetable就會即時改變 至於中間這個就是老師的名單 哪裏來自哪裏來自 raw data 由這邊就抽了過來 將重複的移除了 以及排了次序 接著有day幾可以選擇 右手邊有個calendar 10月12日 明天來的星期一 是day A 這個web page會自動找回 最近的上課天 顯示出來 而之前的9月全部都不會再顯示 下面有個timetable 如果選擇day B 即時轉了第1課 第2課第3課第4課 哪個老師都看到了 亦都可以做一個filtering 這裏有A到Z全部齊了 如果我想選擇最後M到Z 可以看到由40開始 另外做一個filter 就是上面這裏 Double click 就全部highlight了 如果我想選擇其中幾個 可以自己打進去 打好之後 當你離開這個box 你見到現在 就會出現在你面前 就只有這幾個老師 我選了M到Z 所以之前有幾個看不到 選擇A到Z 你見到 我選了哪幾個 就顯示哪幾個的timetable 最後有兩條hyperlink 第一個 就是class class的timetable 你按下去 可以看到 網址轉了 亦都有些 raw data 這處會顯示 每一班 的timetable 例如1A Day A Day B 去到Day F 1B 1C 跟著還有一個 School Timetable 全校的timetable 例如 要跟班 1A 1B 1C 1D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想些什麼 全部一目了然